出動各種工具悄悄打打 幫車輛板筋來場拉皮手術 最後將表面打磨平整 讓車輛板筋上的各種凹痕消失無影蹤 但想要像自身板筋師傅一樣 技術純熟能獨自開業 得先熬過當學徒的過程 差不多兩、三年了 所以要做的時候要先做水 再做筋 不可以洗太澡 很多人都比較有特色 學生比較少 都三、四個五、六個來學 現在都可能一、兩個而已 學徒薪水大約落在兩萬七到三萬之間 只要能熬到出師到修費場上班 薪資大約落在六到七萬 自己開業 月收入則能突破十萬元以上 但即便如此板筋師傅這一行 還是出現斷層 板筋師傅比較困難 都鼓勵做比較爽 在砰的時候聲音比較大聲 平坑都會有時候要插插插 業者分析由於板筋修復講究慢工出細活 年輕人比較願意投入汽車包膜或鍍膜行業 實際上板筋師傅這個行業 他的薪水是相當的高 只是說因為年輕人不想學 包膜他可以快速的回收 因為他速度比較快 他可能包一台車兩、三天 他就可以收到五、六萬、六、七萬 甚至於好一點的膜十萬以上 要當合格的板筋藝術師 不僅工法技術要到位 收復一台車的耗時又長 相對之下 車皮包膜所需時間較短 揭暗數較多 這也讓年輕人入行意願提高不少 大家喜歡你們的支持